我們要看一下最後的題型是什麼 來 請看 全球美食 而且我拍的時候 我們的那個 最強棒 一軒OK嗎 你現在瘦身是少吃很多美食 我都化成這樣了 怎麼胡鬚章你又來了 因為後立剛剛的運氣 把她滑在凱西的臉上 真的 你說她畫人的鬍子 運氣回到她身上 所以這個多立的運氣 就是在凱西的臉上 沒錯 真的好的 那我們要看雙方下注多少錢呢 凱西這邊要下多少錢 可以說哈了 有聲 他們對我感覺沒什麼信心 有 很有信心 凱西她說哈了 說了 加油 好 我跟你說 你們也沒得選啊 我跟你說 我上個禮拜去唱一個活動 然後有一個人在身上 他說 對 我跟你說 我看到你 我跟你講一句話 你今年 贖錢贖不完 哦 你說應該贖給人家嘛 是不是 對 贖給別人 因為這是贖年嘛 哦 對啊 對啊 那我就是覺得 我們這個 紅紅紅啊 哦 好哦 是不是 所以就先這樣 嗯哼 那這樣凱西如果中途再被換 還要再被畫嗎 當然 沒關係 要 我就感覺還不賴 派金這樣 對 都這樣了 沒差了 沒差啊 因為他這次繞賽壺 可以畫在額頭上 對啊 而且繞賽壺總是會長的嘛 對啊 都OK啊 OK 全球美食會是什麼題目呢 請出題 肯納曾在英國讀書 推薦大家到英國旅遊時 一定要品嘗最道地的下午茶 請問 喝英式下午茶時 哪個方式是錯的 A 先吃鹹時再吃甜時 B 先倒茶再加牛奶 C 三層點心由上往下吃 漂亮 我覺得應該是 C 先吃錯的 對 因為如果我印象中 它不是三層嗎 下面是最寬嘛 然後慢慢變小嘛 對不對 然後下層通常是鹹時 所以照理說 先吃鹹時再吃甜時的話 應該是要從下往上 喔 對 很有助性喔 而且分析的也很有道理 對 所以我答案是C 三層點心由上往下吃是錯的 恭喜 答對 答對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進行下一題囉 好的 請出題 許多台灣人熱愛日本美食 請問 日本的明太子主要是用哪種魚的魚卵做的呢 A 鰻魚 B 鱔魚 B 鱔魚 C 鱔魚 幹什麼 幹什麼 我很用力 我很用力 大家力氣很大 我很用力 所以是什麼魚 是那個 鱔魚 B B 為什麼 明太子就是鱔魚卵啊 所以你的答案確定是B 鱔魚 恭喜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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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對 哎呀 你也是啊 天啊 天啊 你都沒在回答耶 我可以申請那個姿丈 我可以近一點點嗎 因為我手真的比較短 我這樣會拿不到 你們有要換人嗎 我真的要前進一點 他們上一題就贏囉 相信他的問題是手短 我手短很短 我拿不到 好 先不要講手 剛剛兩個答案 你OK嗎 有 鱔魚我知道 鱔魚你知道嗎 對 所以第一個不知道嗎 第一個我想說他應該會答錯 我要剪剩下的 結果殊不知他答對了 OK 好 確定不換人喔 不換 好 繼續 來 一起來看 下一題請出題 佩修為了品嘗最道地的咖啡 特地飛往義大利 請問 下列哪一種飲品 對義大利人來說不是咖啡 A 卡布奇諾 B 馬奇朵 C 拿鐵 給你給你 這個我們節目有講過 我來吃錢 對啊 我啊 我只好用邏輯囉 好 我不知道啊 因為我不太喝咖啡 平常有在喝咖啡 沒有 沒在喝完的 那我猜 C 為什麼 因為拿鐵不是比較多牛奶嗎 我想說會不會比較非 義大利人的正規咖啡 OK 其實義大利人大多都是喝咖啡 對不對 好 C鎖定拿鐵 恭喜 恭喜 無須張答對 欸 欸 哇 張瑜答對第一題 真的 因為那個拿鐵在義大利 是指牛奶的意思啦 那所以拿鐵咖啡 才是指牛奶咖啡 所以在義大利點 拿鐵 會得到一杯牛奶喔 喔 真的喔 Yeah OK 好 接下來戰局是這樣子 杜力如果這邊再贏一題就贏了 馬丁這邊要 除非你要再贏一題 你們才獲得平手 才有下一題的PK賽 喔 所以 要不要換 繼續 真的 真的是手短啊 他剛剛靠比較近 不是 搶手了然後還答對了 可是講真的 你剛剛差一點搶不到 對啊 再快一點 沒關係 如果你覺得手太短 你用咬的好了 喂 我是皮羞是不是啊 咬什麼 好 那我們就繼續囉 我覺得我們先不要換 但是如果你這一題答錯的話 我們一定要換 對啊 但是我不想要讓你被花 因為我覺得你現在很漂亮 但你剛剛畫凱希狠的咧 你畫得很開心 她超開心 對 另外一對啊 翻臉翻書一樣快 好的 那下一題是什麼呢 請出題 金炳秀生日快到了 請問依照韓國慶祝生日的習俗 她應該喝什麼湯 A 人參雞湯 B 海帶湯 C 大醬湯 C 大醬湯 我們節目有看過 重視觀眾一定知道 這有在看韓劇也知道 不好 海帶湯 為什麼 因為有看韓劇就知道 他們生日都會喝海帶湯 漂亮 所以你的答案是 海帶湯 恭喜 有人call in進來了 答對 哇 哇 連閃兩題耶 對啊 那不是生產也是喝海帶湯嗎 媽媽生小孩的時候出很多血嘛 所以那個海帶是補血的 而且聽說他們會泡海帶澡 對 比較幫助那個傷口會癒合 對 所以原本是我們那個小孩子給媽媽吃的 但是後來越來變成那個生日的人吃 對 所以現在生日的人吃海帶湯 原本是給媽媽吃的 那大醬湯跟人生雞湯是隨時隨地可以喝是不是 對 就可以 但是 沒有季節限定 對 而且他們說這個喝海帶湯會為新的一年帶來好運 欸 OK 2比2平手 哇 最後一題PK賽 太強了 換人 換人啊 我先收等一下喔 先把錢的事情搞清楚 這個很重要啦 對嘛 各換2500出來嘛 然後我們 然後我們再說他 好 全上 那我們要先來畫臉 你們做 你們等一下這樣 10秒計時 開始 10 6 3 4 6 5 7 3 2 3 停 還滿可愛的啊 可愛耶 還滿可愛的耶 對啊 是小僵尸耶 本來講話有點像直渣人的感覺 很棒 對 哈哈 太可怕了 最後一題PK賽 究竟路死其手 加油 要復活 加油 一起來看題目是什麼 請出題 杜立從小最愛吃美國發明的跳跳糖 一天要吃好幾包才過癮 請問 跳跳糖含在嘴裡會有跳動的感覺 是因為加了什麼東西 A 二氧化碳 幹什麼 蛤 這個就很簡單啊 A的選項而已 你們沒有吃過 台灣沒有吃一種糖果嗎 有啊 很好玩 對啊 就是很好玩 你把它放進去 大家都知道啊 對啊 那因為是加了什麼啊 對啊 就是卡本 那個CO2的那個 那個東西 叫做二氧化碳嗎 二氧化碳 對啊 就是這個啊 因為你其他兩個都沒看到是什麼 因為我不用看啊 因為我就聽到這個二花 二什麼什麼 我已經想到CO2 後面還有幾分耶 後面還有幾分耶 兩包特價耶 是嗎 你不要亂講話 你不要亂講話 因為我聽到這個我就知道 我 你已經念答案了 念題目的時候 我已經知道答案 其實 就是卡本 CO2 OK 這麼的有自信說 好的 對 你的答案是 A 二氧化碳 恭喜 A 不能錯了 A 來吧 快一點 答對 杜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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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在這邊站久 你又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 誰 你們心情好重耶 而且在外面就... 前面超有自信的 對啊 那個不是哪有 奇怪 跳跳糖的製作方法是將所有的原料混合之後 再打入二氧化碳加以冷卻 所以當口中含著跳跳糖的時候 裡面的小氣泡也一個一個破掉喔 產生獨特的口感 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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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杜立隊代表,恭喜 我們來收籌碼了 馬丁這邊是縮了嘛 來 好可惜 好多錢 差一點點 錯得生 沒關係 好的,我們要過去賠錢了 你們那邊是多少 六二五零零 六萬兩千五百塊賭給你的 恭喜馬丁隊今天是已經輸完啦 因為他說他嘛 對不對 0元 錢都跑到杜力這邊 恭喜你們三萬五千塊 逆轉勝 這個很大的差距的勝利啦 是 那觀眾朋友們你答對了嗎 今天謝謝我們兩隊的參與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強 下次見 Bye Bye